至於金牛或上身金牛 大家就要密切注意 因為金牛做的一生 都在委屈 都在付出 所以到首女的時候 她會抓狗說 我要做一件為我自己做的事 所以明明就有家有孩子 她死都要出國 明明現在社會就不適合轉行 但她偏要轉行 明明家裡就不適合養貓 她就一定要養貓 她的轉變是變叛逆了 對 她的轉變 就是整個跟她以前大女兒 她要做一件 她自己很想做的事 譬如說去刺個青 打個洞 之類的 所以她的轉變 通常都會讓身邊的人 覺得很不習慣 因為她本來是金牛 怎麼突然變蠻牛了呢 突然變鬥牛了呢 但是她很執著 而且她要做 是醞釀了五年 十年 存好錢 一出國就出國 那她做完了這些瘋狂的事 她會再回來嗎 會 她會再乖乖的回來 再做她的金牛 真的很瘋 可是旁邊會覺得很錯愕 因為一直以為 她是無聲的提款機 怎麼突然變成是有聲音的人 她會覺得很怪 對 所以金牛做的 青春起來的比較晚一點 對…叛逆起來 是… 不過從命裡上 戴如你有去算過命嗎 像人家女生都會算 那我幾歲會結婚 那我會有幾個小孩 你知道人就是這樣 你想要什麼的時候 你才會去算 你之前都不想要 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說 你幾歲嫁得出去 或你幾歲生小孩 去年去算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你看他們算八字 好像有一個是什麼 報什麼一年 然後那個老師先算算說 他竟然跟我講說 你五十歲就會如願 我臉都變了 你那時候算是 不是他才五十歲嗎 對 你是要告訴大家你今年 沒有… 那是去年算 還沒有任何結果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五十歲會如願 我說 老師你確定我五十歲 還生得出來嗎 你那個時候是有 想要懷悲憊嗎 對 想要懷孕時 那個我的一個朋友 他幫我算的 然後 對 五十歲 我想說這太可怕了吧 不是要創什麼 金氏紀錄嗎 他說 說不定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你五十歲還是生得出來 我說可不可以往前提早一點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今年一定要過了 去年一定要過了九月之後 是會有一些希望 有一些喜訓的感覺 可能有希望 一定要過了九月 會有機會 現在過了那個倒霉的那個月份 過了也還可以 我沒有等到 所以真的是過完九月之後 對啊 應該算一算是這樣 是啊 說不定要五十歲 還會再生一個 會用何 那妳為了想要生孩子 妳們有試過多少種方法 很多種 像妳大家講的三面 我也會去做 然後看醫生當然是不用講 中醫 西醫 然後我中醫 西醫加起來 我大概看過了十幾個醫生了 然後還包括就是 去給人家做那個經絡 通經絡 因為很多人講說 可能是你裡頭排了很多的 這個堆了很多的氣 然後有很多的毒 所以 反正就是任何人家講到說 可能會因為這個原因 而影響到你受孕的 然後我都會去試著 去把那個困難給排除掉 那等一下 女生都會講 就女生通常講 我還知道 然後女生去受苦 然後被按摩經絡 但我們講說是先生可能 精子數不足啦 或者游得太慢啦 或者什麼這些問題 那他要不要去幹嘛 剛剛我跟淡如聊天 就要聊到這一點 因為上午要去做針灸的時候 我現在就會把我先生給拉去 他說你幹嘛 叫你先生陪他 陪你去 他當然就是那種 時代獨立新女性 覺得說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我就去做對不對 我就說Sorry 我就會覺得說 我去針灸會很痛 因為我的血液循環很差 我就說當然要讓我老公 知道我有多痛對不對 第二個是說 怎麼會我一個人受苦 那你也去針灸 而且你不見得問題是出在我們女生 那你們男生也多少 加減來揪兩針也OK 當然女生應該有馬力 這是我們概念不同 我覺得針灸很舒服 為什麼要讓他享受呢 是 不過講到說 這個想要求子 有人想生孩子 但卻時候還沒到 不過先問美妮老師 就是說在佛教或者道教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就是說想要求一個好的姻緣 讓孩子可以來 會跟我們有六親緣分的人 都是累次要跟我們很有緣的 你跟他曾經有過因果的 他才會來 這一次你都求子求不到 那就是你累次沒有跟人家 特別造一些惡緣或是一些善緣 他就沒有那麼強烈的緣 跟你來作為母子 沒有的話 其實有兩本經是可以求的 那個普門品 還有這個藥師經 藥師流離經 這兩本經你長期的念 然後再加上放生的話 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這經典裡面寫的 所以這個可以 可以這兩本經同時的念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那個 再放生 那因為你 這個也算病業嘛 為什麼你都沒有辦法懷孕 你知道病業 生病的病 業障的業 這就是你有這個病業 有這個障礙在 老師 可是又有佛教講說 其實說沒有孩子 其實很好的休息 因為你 他才會沒有這樣子的一些因緣 沒有這個牽扯 沒有那個在 就是你是一個很有福報的人 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一直執著 他會想要求 那你如果說真的 就像淡如這種 本來就是可以出離六道輪迴 就爽爽的就到了西方解釋 就不用再來輪迴了 結果忽然想不行 我還要再結個圓 然後又來兩個女生這樣 就是命中注定的 其實像淡如姐的話 她可以念藥師經 因為你心臟會痛 念藥師經的話 念49步 然後點49燈 她這些不會痛 而且小孩子出來會很健康 點49燈什麼意思這樣 就是念49遍嘛 你每念一遍就燃一盞燈共佛 你可以一天念三遍也可以 你一天要念幾遍都可以 這樣子的話 你的心臟就不會痛 而且小孩子出來會非常的健康 還有就是說 像小孩子出來 這地藏經裡面有寫 就小孩子一出生的第一天開始 為他念七部地藏經 這個小孩子從此以後會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好看 老師 你有跟我們講過重點 是請爸爸幫忙念 爸爸幫忙 不要都是媽媽又要生又要孕 然後很辛苦很忙 爸爸在旁邊只是拿著相機 可不可以幫忙念個經 靜純生完的時候 他自己念念到第三遍睡著 生完的時候第一天開始呢 是爸爸要念 念連續念七部的地藏經 懷孕期間是媽媽要念 因為孩子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所以媽媽要保小孩子的平安 他也保自己平安這樣子 可以啦 試試看好不好 來 接著呢 我們再請子龍老師來告訴我們 十二生肖 如果你想要求子的話呢 有一些祕法的 老師請告訴我們 好 那我們用通靈的方式 跟菩薩請求了這個 十二生肖的求子祕法 那提供給十二生肖的朋友 我們能夠參考一下 好 屬老鼠的朋友呢 你記得帶花生去拜觀音 記得你只要找觀音的大廟就可以了 那麼把花生供在那邊之後 照你的順序去拜完大廟之後 再把這個花生帶回家來 分給你的先生跟你 一人吃一顆 那你就是可以讓你增加帶財的好運 就是帶子的財 就是孩子帶財 然後呢會提高這個 提高這個受孕的機率 那屬牛的朋友呢 你可以在兩個人 夫妻兩個人的寢室當中 寢室不管是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可以放一件嬰兒的衣物來招孕器 那這個嬰兒的衣物呢 麻煩請這個生過小孩子的朋友們 買來送給你們 也就是幫你招一些運氣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床 比如說床邊也好 最好是媽媽的那一邊 放在那邊可以招一些運氣 因為小孩子有時候送子觀音來看 他會希望說有個爸爸媽媽 他們在準備迎接這個小孩子的到來 會增加一些運氣 需要全新的還是小朋友穿過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時候我也是因為很想懷孕 然後一直都沒消息 後來我的朋友 他生完孩子之後 他的小孩就是 有他穿過的小內衣 跟一個他玩過的小玩具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現在用個紗布幫他裝起來 你拿回去 跟我自己的這個底褲放在一起 那你每一次要穿 你洗好之後 就放回這個抽屜 可以再從這個娃娃的旁邊拿出來穿 可是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就真的這麼深准 我大概一個多月以後就是懷孕 就放下去之後沒多久 那也不知道是要謝謝這個娃娃 還是要謝謝我老公 他有兩種 反正這個秘法人家這樣教我們 還真的有效 所以吳太如應該是放兩套 好 那個屬老虎的朋友 你可以在農曆初一跟屬的時候 吃玉米 因為好像是孕育下一代的意思 好 那育兒的家綺就會快點來到 屬兔的朋友呢 記得在做功課之前呢 就是要行房之前 你可以多穿一些紅色的衣服 因為可能屬兔的人 在今年什麼氣場 可能稍微比較弱一些的話 你可以多穿紅色的衣服 提升你的運氣 那好運就會在你身邊了 屬龍的朋友呢 記得在床底下 不管是媽媽或是爸爸那邊 都沒關係 盡量是在媽媽的床底下 放9顆乾貨的蓮子 9顆 那你可以用紅包袋把它裝起來 這樣子呢 觀音就會乘著蓮花來送子 好 那麼屬蛇的朋友呢 記得在行房之前 要吃水煮蛋 因為跟著每一個生效的五行 所以不一樣喔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腹中有軟 就會引運氣來 那麼屬馬的朋友